一 二 四 闪西挖出上官婉儿墓 专家得知迫不及待地赶到现场 本想看到墓中记载上官婉儿的风流运势 可等将墓室打开后 所有人却都从兴奋变成了愤怒 通骂这些可恶的盗墓贼 专家究竟在墓中看到了什么 历史上真正的上官婉儿 又是一个怎样的人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关注 本期视频 咱们就来共同探秘 上官婉儿墓 上官婉儿在历史上 被人说是第二个武则天 他同时做过唐高宗父子俩的妃子 并且还手握大权 拥有无数男宠 相传他甚至还和武则天共事一夫 据说上官婉儿男宠的数量比武则天还多 一生的经历也堪比武则天 充满了传奇色彩 不仅和面门仇人武则天惺惺相惜 甚至还想要嫁给武则天儿子李贤 和他谈起了对象 只不过李贤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 被武则天流放 本就是想依此上位的上官婉儿 并未伤心多久 很快他就又看上了武则天的侄子武三司 因为武三司已是武则天想要传位的人之一 等攀上这个高知以后 上官婉儿成为了除武则天以外 天下最有权食的女人 从此之后她的地位便开启了狂飙模式 一路高歌猛进 然而等到了权食滔天后 上官婉儿却没有进驻诱惑 开始飘了 竟然与武则天最爱的男宠张昌宗倒在了一起 武则天得知后怒火中烧 上官婉儿被赐予了莫行 在额头上留下刺青 这一刑罚是奴隶制武刑中的一种责罚 会令受刑者在精神和尊严上受到屈辱 并且也会让人迫向 后来上官婉儿在额头上以梅花为装饰 遮盖了这一痕迹 因为梅花装显得格外妩媚 引得其他女性争相魔法 竟意外成了唐朝流行的妆容之一 上官婉儿虽然受到莫行的责罚 但半信武则天没要了她的命 从此之后 上官婉儿就再也没敢碰过武则天的男人 一心只求提升权势 可人算不如天算 最终所有人都没想到 武则天竟然把天下还给了李家 让李显继位 而上官婉儿转头就勾搭上了李显 随即被册封为昭容 还当上了当朝宰相 据史书记载 上官婉儿拥有实权后 彻底放飞自我 专门买了一处宅子 用来金屋藏男宠 不少男人为了权钱 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其中碎石就因此平步青云官之宰相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这样呼风唤雨的日子还没过多久 一件意外就发生了 陕西挖出上官婉儿墓 专家得知迫不及待地赶到现场 本想看到墓中记载上官婉儿的风流云室 可等将墓室打开后 所有人却都从兴奋变成了愤怒 通骂这些可恶的盗墓贼 专家究竟在墓中看到了什么 没想到历史上真实的上官婉儿 竟是如此风流 上官婉儿嫁给皇帝李显后 圈扬了无数男宠供他取乐 宰相崔石为了得到上官婉儿欢心 把自己的三个亲兄弟 一起引荐给上官婉儿 三兄弟一起上让上官婉儿甚是满意 然而不久之后 和他同样有着皇后梦的围皇后 将李显杀害 在皇位之争中 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夺得先机 上官婉儿得知政变后 却没有丝毫慌张之色 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是太平公主一党 此次政变不会波及到自己 可不曾想李隆基心狠手辣 趁着兵荒马乱 命人将上官婉儿杀害 至此一代风流人物相消欲远 直到千年后的现在 上官婉儿才得以重见天日 然而墓内各种不堪的场景 令专家十分困惑 所有人都十分好奇 这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 古墓当时是因为一个小村庄羞虐时 工人无意中从地下挖出来一块木头 陕西作为文物大省 他们立即就想到了 这应该是一座古墓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所以公投淡定地打电话 将此事上报给了当地文物局 科考队得到消息 很快就赶来了现场 专家通过对附近区域探查 很快就发现了墓道的位置 有墓道的墓一般规模都不小 没有一定实力 根本修不起这样的墓 这瞬间提起了所有人的兴致 科考队连忙打电话 又叫来了好几个专家帮忙勘探 而勘探结果并没有让人失望 结果显示墓道竟有30多米长 并且足足有10米的深度 更令人激动的是 这条墓道上还有5个天井 这样的墓葬形式 一般只有在隋唐时期才会出现 并且随着墓主身份提升 天井的数量也会随之增加 比如1986年发现的嫦娥公主墓 上面就有4个天井 所以墓道里5个天井的出现 让所有专家都兴奋无比 这说明墓主的身份 比唐朝公主还要高 为了弄清楚墓主的真实身份 专家们迫不及待地 开始了墓道的清理工作 随着发掘的深入 有人发现墓道口位置 有类似石灰的东西 专家凑过来观察后发现 这应该是石灰层 是用来保护墓中壁画的 以此证明 墓道里很可能会有壁画 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十分兴奋 立即开始加速清理 墓道很快就被清理了出来 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众人大失所望 上官马尔木在陕西被挖出 墓道内的景象却让专家非常失望 本以为墓道两壁上会出现壁画 等将石灰层清理完后却发现 墙壁上空空如也 可墓道口明明出现了石灰层 壁画又去了哪里呢 专家根据现在的情况 只能推测这里原本是有壁画的 只不过因为壁画绘制的比较粗糙 保护措施做得不到位 导致在千百年的时间中消失殆尽 但考古工作还要继续 考古队员们只得加快了清理进度 等清理到墓道中部的时候 一方墓质的出现 集中了所有人的目光 将上面沉积的泥土清理干净后 九个玩曲的转体文字显现了出来 墓质出土以后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墓质盖 墓质盖上用转书刻着 大唐故昭荣上官式名九个字 看到这九个字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墓质肯定是上官晚儿的墓 不需要看墓质也知道 因为在唐代呢 昭荣姓上官式的 只有一位就是成功 得知墓主的身份 令专家兴奋地跳了起来 所有人想到上官晚儿 就会联想到 墓中会不会出现 他自己的书画作品 毕竟上官晚儿也是非常有名的才女 陪葬肯定也会很有价值 于是发觉小队将墓道赶快清理干净 打开了墓室的大门 然而众人看到墓中景象后却傻眼了 这里面非但没有书画财宝 甚至就连上官晚儿的棺材盖 都已经消失不见 墓室内到处一片狼藉 遍地都是淤泥 墓顶也出现了坍塌的情况 甚至连墓砖都被接起 专家们在墓中清理了一天 除了四个装着陶勇的契合 其他啥都没找到 其的专家马上就想开骂了 可冷静下来后仔细想想 墓中这一切真会是盗墓贼的所作所为吗 要知道通常盗墓贼盗墓 都是通过挖盗洞的方式 然后从中搬运陪葬品 像这种拆墓是结地砖的行为 盗墓贼完全没有必要浪费这时间 莫非是上官晚儿惹到仇家被报复了吗 这时专家们就想到了李隆基 史书中记载就是他杀了上官晚儿 李隆基后来因为权力和太平公主反墓后 以谋反罪将太平公主处死 并下令将太平公主驸马墓捣毁 当时一同毁掉的 很可能就有上官晚儿的墓 一代风流才女最后静落的这个下场 不仅令人感到唏嘘 您对上官晚儿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